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如何让Creator AI 支持FLUX这个大模型 那么在这里 它是没有发布最新的一个插件 你在这里是下载不了 你必须要到这样的一个页面 那么最新的一个插件 已经在8月5日发布 那么你需要下载这一个插件 下载完毕之后 再下载对应的这两个模型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张参考图 你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大模型 然后在这里选择 它的这一个采样器 那么下载完毕之后 我们打开我们的一个软件 然后在这里点击这个脚本 从文件导入 我们导入这个插件 导入这个插件 导入这个插件 然后我们点击设置 在这里选择对应的一个采样器 我们选择这个采样器 那么我们将下载的一个大模型 你保存到这个文件夹中 那么我是调用了这个外部UI 所以说我保存的目录 是外部UI的一个文件夹 如果你是config 没有调用外部UI的话 你就保存到config 的一个大模型的这个 Modus文件夹下即可使用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软件 我们还是在这里选择这样的一个模型 然后这里给他选择这样的一个采样器 然后我们可以 现在就可以使用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输入中文一个男孩 拿着木板 上面写着 hello 好 我们点击一下生存图片 看一下这个速度 那么他这个 大模型的话 我我的这个显卡是4060Ti的一个显卡 那么速度会 比较的慢 虽然他占用的这个 显存不是很高 但是速度真的会很慢 那么现在我们经过了大约一分多钟的 这个生存 如果你是4090 90显卡的话速度会快一点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他对这个 这个文字真的是识别的很好 然后一次性产生了四张图片 所以说 如果你使用这个 FLUX这个大模型 其实还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这个4090显卡的话 然后我们最后讲解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模型 我们可以用到 哪里 那么这个模型 我们都知道 他这个手部修复的特别厉害 对吧 我们可以把这个手部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张图片 手部有问题 你就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大模型 去打辅助 我们开启这样的一个实时功能 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个手部 我们只修手 对吧 那速度就很快了 我们只修手 只修这个区域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刷新的这个按钮 然后我们将这一张这张图片 刷新的这一张 修复好的这个手部 给他直接保存上来即可 好 他有他又弄好了一张图 我们给他一上来 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快的一个修手的一个方法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给他画一下这个手 对吧 我们可以把这个颜色给他稍微调一下 然后在这里给他画一下 很快的你就能得到一个修复好的这个手部 那么这就是一个这个大模型的另外的一种 使用方法就是我们因为他这个速度 对我们的这一种家用剂还是比较慢 我们可以但是我们可以拿他来来打这个辅助